財團法人柏佑社會福利基金會數學教學影片 90年第一次基本學歷測驗選擇題第五題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題目 如下圖三角形ABC中 這是這一題的圖形有一個三角形ABC 那DEF這三個點將BC四等份 在BC這個邊上面有DEF三個點 然後將BC這個邊分成一等份兩等份三等份四個等份 然後呢AG比AC等於1比3 AG比上AC叫做1比3 那H呢為AB的終點 H點是AB這個邊的終點 那下列哪一個點為三角形ABC的重心 好這裡有四個選項ABCD四個選項分別是XYZ以及W 這四個點看看哪一個點它是這個三角形它的重心 好來同學這個題目我要求的是什麼 三角形ABC的重心 好來那我們來回想一下 國中這個階段 我們學過三角形的心 有幾個 欸很好三個喔 啊是哪三個 第一個 題目說的重心嘛對不對 對不對 欸第二個呢 欸很好 三角形的外心 那還有第三個 欸很好喔 三角形的內心 好國中階段所教的三角形的三個心 分別就是重心外心以及內心 那同學今天這個題目問的是什麼 問的是哪一個點是三角形ABC的重心 是不是問重心它的位置 對不對 重心的位置喔 那我們分別來想一下 重心外心內心它的位置 分別是在三角形的哪個地方 它是怎麼出來的 好不好 好來第一個重心 什麼是三角形的重心 它是怎麼產生的 在三角形的什麼位置呢 欸同學想一下 重心 欸很好 它是什麼 三角形 三中線的一個焦點 它是三角形三中線的焦點 好來那第三個內心呢 三角形的內心 好來那第三個內心呢 三角形的內心 它是在什麼位置 它是在什麼位置怎麼出來的 欸很好 三角形的內心就是怎樣 三角形的內心 三角形的內心 好來 那我們現在知道了三個星 它是怎麼出來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回過頭來看看 題目問的是什麼 重心對不對 那重心我們要找什麼 三中線的焦點 重心我們要找 三中線它的焦點 好來 那我們就來找找看 這個三小型ABC 哪幾條線它是中線 那中線的焦點就是什麼 就是我題目要求的重心 對不對 好來 那我們從題目的敘述去找一下線索 看看哪幾條是中線好不好 好來 那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三小型ABC當中 DEF它將BC四等份 DEF三個點將BC這個邊四等份 那DEF三個點哪一個點是BC這個邊的重點 很好 是這個1點對不對 所以我們將A1連起來 A1是不是這三小型 其中的一條中線 對不對 好來 那再來找找看 AG比AC是1比3 AG比上AC 我現在看到AC這個邊了喔 AG比上AC叫做1比上3 好 這裡是1 然後 比上3 所以這裡是1比3 欸 那AG比上GC是多少 這是1比上2 對不對 好來 那1比2 那G點是不是AC這個邊的重點 欸 不是喔 對不對 所以BG它不是中線 好 接著我們來看看 H這個點 它是AB的重點 H它是AB這個邊的重點 欸 那我們趕快 把HC連起來 好 那CH它是不是就是這個三小型 其中的一條中線 對不對 那題目問的是重心 重心呢 它叫做三中線的焦點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找到了 A1 是一條中線 CH呢 是另外一條中線 好 那這時候我們 不需要找到第三條中線 因為第三條中線 一定會 跟這兩條中線 相交於同一個點 那我們來看看 A1跟CH 相交於哪一個點 S在這 就是我的Z點 對不對 好來 所以 Z點呢 就是三角形ABC的重心 因為根據 重心它的定義 好吧 好來 那我們這裡寫一下 因為 A1 跟CH 它為 三角形 ABC 的 中線 好 那根據 重心的定義 三中線的焦點 就是重心 好 所以 我A1跟CH 它的焦點 Z點 它就為 這個三角形 ABC 它的什麼 很好 很好的 重心喔 好 那我們現在 回過頭來 看一下 Z點是 重心 好 那 ABC D 四個選項 C這個選項 它是Z點 所以同學 我們 我們 這個題目 選擇的是 C Z點 這個選項 是 柏佑基金會 謝謝您的觀賞 柏佑基金會